好,我們現在要來介紹一下 《上帝能夠》這首歌 然後我們今天先來示範 Keyboard 部分在前奏的處理方式 我先用鋼琴的部分 好,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要這麼彈 是因為這個歌的Pattern 除了我、bass、鼓、吉他 我們都是做同樣的節奏 所以我就不可能自己去要彈一些 自己想要彈的東西 所以我是跟大家做一樣的Pattern 然後我們在前奏呢 我們還會用到另外一個樂器 就是用Brass 那這首歌的Brass的前奏 它當成是詛咒 就是它是一個Solo 所以會有一貫旋律 我們可以請婉瑞來示範一下 好,這個是Brass的音色 我們會用在前奏的主語上面 我願意感受你的擁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就放了我